大家好,我是Riche 最近不管是跨境电商还是其他行业 我们很关心坚问一件事情 在国内的就是一个拉闸限电的一个问题 因为拉闸限电了很多工厂都工作不了 然后对我们不管是做什么生意 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我今天这个视频就想来谈一下 具体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对我们 我这个频道主要谈跨境电商 对我们亚马逊FBA 对亚马逊卖家 对跨境电商来说具体有什么影响 我们要为这件事情来去做什么样的一个行动 我们要怎么样去应对这件事情 是吧 那这次我们先来谈一谈 主要的这次国内的拉闸限电 是什么原因 什么原因造成的 很多人可能揣测说是 国家是在下一盘大棋 跟西方下一盘大棋 然后一些很政治上的原因 或者什么上的原因 其实实际上呢 实际上就是说一个没资源的一个紧缺对吧 国内没资源的紧缺 加上一个治理环境 然后各种因素加起来 导致说国内我们现在要进行一个拉闸限电 不用想那么复杂 那这次拉闸限电的一个时间也是 我跟我的很多合作的一些工厂我也谈过 跟在网上也查过资料 说近期以来应该是应该是不会不会说停止 是会这件事情拉闸限电这件事情会持续很长时间 持续几个月的时间或者说是更久的一个时间 那甚至很多工厂从原来的每周工作七天到每周工作 现在可能只工作两天 休息五天 甚至说只工作一天到休息六天 因为拉闸限电的一个原因 然后工厂不工作了 就是大大的耽误了我们能拿到货 我们订货我们能拿到货的一个时间 那我们作为一个卖家来说 我们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来应对这件事情的发生的 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首先最主要的就是说你马上 你比如说你在卖几个核心的产品 每个卖家都有几个核心的产品 马上你现在不管你是不是最近要订货 说还是说在拉闸限电之前你已经订货了 最好马上去和你核心产品的这些供应商去沟通 看一下他们的工厂被拉闸限电这件事情有没有影响到 或者说影响的有多严重 先去跟他们沟通 这是第一点你要去做的 然后你就要去跟工厂来计算时间 看你平时都 你的平时的备货时间是怎么样的 然后计算你每天能卖多少 你的库船还剩多少 你平时的备货时间是多少 但是现在的话 备货时间因为拉闸限电 备货时间甚至说 三倍 三倍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跟你工厂去沟通 沟通完之后 把你的备货时间拉长 早点开始订货 对吧 因为这是 如果你没有提早去安排这件事情的话 你可能觉得 OK我到 我到一个月前卖完一个月前去再去沟通就好了 就跟我以前的步骤一样的话 你可能会面临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断货 多少你原来订这批货要多少时间 现在要多少时间 都要去跟他们沟通 我刚才说的是你已经在亚马逊开始卖了 你已经在亚马逊开始卖货了 而且你已经卖的比较不错的情况下 如果你是一个新手卖家 你刚刚想要加入亚马逊 刚刚想要开始做亚马逊的话 你现在 我给你的建议就是说 首先 其他的步骤还都是一样 对吧 但是你要去 你要刚开始做的话 可能你要准备的资金比以前更多一点 因为大家知道 备货时间拉长了 你本来 10天可以生产好 生产好的一个产品 可能现在要 要一个月 或者说要更久 就是说两倍三倍的备货时间 这样子的话 你就要需要一个更多的一个备用资金 因为你要把产品 如果你产品做起来的话 你把它承接起来的话 你的周期拉长 你的备用资金就需要更多 对于你一个新手卖家的话 可能你的起始资金 要准备的更多一点 再加上物流的一个延迟 再加上第四季度 然后物流价格的一个增高 这些因素全部考量进去的话 新手卖家 我建议说 比你之前预期的一个金额 比如说 你本来准备了几万块钱 两三万 两三万人民币 准备做亚马逊的 我建议你说 有一个更高的资金 对吧 想如果你要开始做亚马逊的话 我知道最近有很多不好的消息出来 又是断 拉闸限电 又是各种消息 又是物流飞长 然后这种消息 对于一个跨境电商 对一个亚马逊来说 确实是一个 是问题 对吧 但是我这里并不是说 你完全不能做亚马逊了 或怎么样 很多生意 很多生意都受打击 不只是跨境电商 其他生意也受打击 就是说你要开始做生意 就是有这个 有困难 对吧 谁能坚持下来 谁能在这个生意中坚持下来 它最重要的 不仅仅是对跨境电商 对那些 非常大的一个公司 我就随便举个例子 就是说对一些苹果 对一些耐克 这些非常大的一个公司 也有影响 因为iPhone13刚刚出来 然后iPhone全部是在中国生产的 然后中国一个拉闸限电 iPhone13现在刚刚出来 卖得非常火 但是一个拉闸限电 它的供应链就供不上 所以说不止对我们这些 小的卖家 或者说一个小的亚马逊 FBA的卖家 对一个非常大的 非常大的公司 也是影响非常大的 所以说 大家不用特别恐慌 对吧 去只不过说给大家一个提醒 给大家一个 你要做的一些准备 不要说一进来 什么都不知道 希望这个视频有提醒到你 有帮助到你 不管是你已经先来 做得不错的亚马逊卖家 还是说你已经是 你想刚进入亚马逊 开始卖货的一个新手 你喜欢一下这个视频 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接下来我也会提供 如果这拉闸限电 还有后续的话 后续的一个发展 对我们快速电商的影响 我也接下来会做一个后续 对吧 关注一下我的视频 那这个 这个视频我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